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有一个最新的统计 中华经济院认为今年的全年GDP成长率 从原来的预估2.28要下旧到2.01 跟保二的边缘已经很近了 怕保二都保不住 明年认为是从3.31降到3.21 部长是不是对于这样的一个预估 您同不同意 您做一点评论 怎么样让我们的经济GDP更好 李委员所提的新的预测 是昨天中经院发布的 中经院发布的 当然它是现在所有发布的经济预测里面最低的 每一个经济预测的单位 它都有一个比如说研究或者分析的一个背景 基本上我们认为既然中经院发布的这么低 而且现在是说所有的预测里面 它们是最低的 那我们当然觉得压力非常大 因为基本上我们不希望 因为很多很多的因素造成我们的经济成长 一直不能上来 而且逐渐往下修 所以对我们来讲 我们对于每一个经济律师 我们都认为非常有参考价值 而且给我们很大的压力跟鞭策 好 希望部长加油 谢谢 另外一个就是最近就是在社会上发生一件事情 跟您的这个国家标准检验局 有一点有密切关系 就是不锈钢的餐具都发现了超猛 猛含量过量 那猛含量过量导致什么结果呢 引用医生的讲法 会导致慢性猛中毒 结果是神经退化疾病 巴金森症 阿兹海默症 智力退化等问题 也就是现在市面上的不锈钢 便当 水瓶 水壶 炒菜的国产 都也现在很多都没有标示我们国家的标章 所以现在发现了超猛 有做严重的影响健康 可是大家不知道怎么在外面购买呢 也不知道自己现在已经在家里使用的 怎么处理呢 我们经济部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标章怎么加呢 现在的该不该下架呢 部长答复一下 好 有关于这个问题 事实上在报上有披露之后 我也非常关切 我也请教我们相关的同仁 基本上以便当盒为例 不锈钢的便当盒为例 现在国际上并没有所谓的 比如说材质含量的一个通用的标准 我们现在标减局所定的标准 是我们制定的标准 那么也不是强制性的规定 换句话说 我们用一个比较严格的标准 如果厂商的制造的产品 符合这个标准 我们就给它一个政治标记 而且把它的标示出来 说它的都符合非常严格的标准 但是呢 我们现在没有法令禁止 它没有来申请检验政治标记的 你不准贩售 因为法令并没有规定 你一定要政治标记才能贩售 所以呢 我们希望这个可能要透过 比较更多的宣导 让民众去买啊 比较有经过检验的政治标记的产品 这样子的话呢 才让我们所谓的国家政治标记 或者是那个高标准的检验啊 这能够比较更普遍化 我简单问部长 经济部的作为是什么 你呼吁老百姓怎么做 我们呼吁老百姓啊 要买经过检验的 有政治标记的产品 这个产品呢 因为已经经过检验了 所以安全绝对无余 因为现在法令没有 没有这个强制性 所有的东西一定要符合政治标记 所以民众 我觉得现在民众非常 这个眼睛是雪亮的 非常清楚说到底哪些标志很清楚 符合国家纪念的 部长 您有没有概念 即使有标志 就是有没有标出含猛量在上面 含猛量多少以上的 我们不要买 有没有再进一步你的了解 因为这个部分啊 其实坦白讲 比如说有毒物金属的含量多少 对人体产生啊 什么样的影响啊 这个其实啊 在医学界也是有 有很多不同的讲法了啊 基本上就是说 有些有些东西 你进入人体啊 呃超量了 比较多了 累积含量多的话 一定会造成人体的这个 呃受害 所以所以我们基本上 我们是希望啊 呃大家尽量去选择一个 透经过国家检验的 一个程序的一些产品 有国家标章的应该是安全的 对不对 好 部长我再请教您 现在对于我们核市场啊 有两件事发生了 大家更不安 第一个就是 我们买来的 像日本买来的 所谓的 这个反应炉的压力潮 这些重要设备 现在被公布出来 没有经过日本政府的正式安全检验 所以连我们原能会副主委都讲 我们现在放在核市场的 这个所谓的压力潮 一定要拿到原厂的认证 我们拿得到吗 拿不到怎么办 那我们现在还要安检 现在我们连买来的重要设备 日本政府都没有核发安全证书 但是日本政府对有些国家 它发了一个安全的认证 可是对台湾 它是属于没有发的 那这个怎么 怎么处理 部长 非常谢谢李委员提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在日本媒体报导之后 其实可能有一些误导或者误解 我们根据台电公司这几天的查证 其实日本政府所谓的安全是确认 不是安全认证或者安全检查 它这个安全的确认 基本上是对日本厂商 在贷款融资出口的时候 有一些银行 它怕你这个设备到国外去 如果发生什么问题的话 那这个银行或者保证机关 它就要付很大的无限赔偿责任 可能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会要求 比如说出口的厂商 它有很多在输入国 是不是遵守一些核子相关的规定 以及有没有进行一些产品的 比如说正确使用等等 跟这个所谓你的产品 是不是经过品质认证 或者安全认证 事实上是两回事 而且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买的日本的设备 事实上不是我们直接买的 我们是由G1来提供设备 G1下单向日本的制造商提供的 所以呢 第一个在G1它本身 它要在比如说引进这个设备 要交给我们的时候 它要经过这个确认安全 这个品质的这个资格 要符合这个条件 我们才会收 再加上它下单之后 它一对这个产品的制造 包括它的整个制造过程 它的是不是品管做得好 我们台电也有派人去了解 所以两方面都会做这个安全的确认 不会说是安全品质 或者本身设备问题 我想这个可能是一个误解 所以部长你的意思就是说 虽然我们没有经过日本的 这个所谓安全的认证这件事 但是你是告诉国人 有没有日本安全 政府的安全认证 并不是必须的 并不是那么重要的 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 我再说明一下 因为那个安全确认 是设备出口商 假如他要用到 日本的金融机构的贷款 或者出口的一些保险 保证的时候呢 他要走这个程序 如果他不需要日本的这个金融机构 贷款或者保险的话呢 他就不需要去走所谓的安全确认的程序 所以这些比如说Toshiba 这个还有这个Hitashi 他们基本上他没有经过 所谓的出口贷款了 所以他不需要走这个程序 跟安全品质是两回事 部长我最后跟你讲一句话 这个就是说原委会已经发表讲话了 他是说要原厂的认证 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经济部跟原委会 可能也要做一点沟通 这样子 是 谢谢部长 没事 我们在那边 我们在那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